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影片裡提了幾個例子 就是你兩個人或是幾個人整合起來的話 那個Decision或者說那個System的Efficiency 會比不整合的情況下來的好 或者說合作比不合作來的好 他的問題是有沒有情況是合作會比不合作來的差 那這個問題在影片中並沒有很直接的提到 然後我們在課程的某一個禮拜會開始提到這個議題 不過在那之前大家覺得有沒有什麼情況是合作會比不合作來的差 你可以用賽局理論的邏輯去推論 也可以就是用你的直覺講講看 所以就是溝通成本的issue對吧 你合作的話雖然我們在model裡看不到 但是你在實務上會有溝通成本 比如說我們在模型裡有提到 要是兩個單位合起來一起定價或者是決定某一個Decision的話 那就會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那個所謂的要是兩個人合起來怎樣怎樣的話 那件事情本來就是需要成本的 你在model裡面我們沒有把那個成本列出來的理由就是 一那個成本是多少你不太知道沒有辦法量化 不像生產東西一個五塊兩個十塊三個十五塊 是比較容易量化的東西 那你可能會問喔那有這個成本怎麼辦呢 通常我們在做modeling的時候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你去model說喔這個整合是需要成本的 比如說溝通成本我們叫它大K好了 或者是什麼的 Somehow就是一個number 就是這兩個人如果要整合的話 要嘛就是簽合約要錢啦 要嘛就是移動來溝通要錢啦等等的 那那個大K如果很大你就不想合作 反之亦然這樣子 那如果這樣的話這個model其實也沒什麼意思嘛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會直接忽略掉那個大K 那你的model的主要要問的問題就是 合作有沒有比不合作來的真的好 或者是說不合作會不會其實跟合作一樣好 要是不合作的result跟合作一樣好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合作了 因為那樣合作只是圖增成本而已 就像比如說老師跟學生之間 老師管理一個實驗室吧或者是指導他的學生 老師可以選擇很仔細的monitor 每個學生的進度啊是在lab幹嘛啊 進出要打卡啊或者是 他每天要匯報他的工作進度等等 那這樣的話有點像是合作 就是我可以完全的控制他的行為這樣子 但是當然相對的我們就要付出溝通成本 還有打卡的成本打卡的期益要錢啊等等之類的 那就是成本 那我們問的就是這個合作到底有沒有明顯的 strictly的讓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變大 如果其實沒有的話 那還是用比較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會比較好 這樣子 好這是一部分 所以溝通成本是其中一個會讓合作變得不理想的理由 我一個system 如果能夠全面性的無成本的合作 基本上就是會比較好 但是有時候會有成本 比如說會有溝通成本 或者是會有資訊交換的成本 那也有的時候如果你只是partial合作的話 他可能會反而不如大家都不要合作 這樣子 今天有一個狀態是說 然後就是a做的 他做的兩個點 player1做的a跟bm可以測 所以他來說會很強 那這樣嗎 這個還有什麼可能嗎 好 你問的問題要從兩個層面上來討論 設player1有特權 他不管是denial還是confession 他都會free 也就是不用被關 假設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game改成是 這三個數字都變成0 player1可以選denial跟confession player2可以選denial跟confession 如果player1不管怎麼樣就是會被放走的話 這個game就會變成這樣子 對吧 然後接下來我們問的問題是 喔那這樣的話會有equilibrium嗎 欸大家覺得咧 比如說dc好了 player1想我要不要換成c呢 沒有動機這麼做嘛 因為換成c是差不多的 那player2想我要不要換成d呢 喔換成d變x 所以他也沒有動機這麼做 所以在這個點上的確大家都沒有動機 deviate 還有嗎 cc是吧 好cc我們來看一下 那顯然player1也沒有動機 那基本上player1不管怎麼樣都沒有動機 所以等一下也不用看他了 那player2的話 負6變負9也是變差 所以cc也是equilibrium 似乎是沒了嘛 因為dd的話player2有動機移到c 然後dc的話也是一樣 對不起cd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假設一個game不是像他描述的那樣 而是另外一個樣子 比如說大家player1的result都是0的話 你當然就可以把它寫下來 然後去推推看 那以這個case來講他還是有equilibrium存在的 那你剛剛問的問題有一點像是 比如說我們在比較這兩個值 對 假設我在看某一個點是不是equilibrium的時候 我問的是某個player有沒有真實 強烈確定要那麼做的動機去deviate 所以0跟0的話叫做沒有動機 因為你移過去並沒有比較好這樣子 所以你這個點是equilibrium 因為0移過來0並沒有比較好 這樣可以嗎 所以平手的狀態是 視為是沒有動機的 可是那個第9頁的那一個 嗯 欸對啊 對啊 就是因為平手視為沒有動機 所以他才帶等號嘛 我說一個profile s1 star到sn star 是一個nash equilibrium 如果對所有其他的action 我這個都至少比他好 至少跟他一樣好這樣子 也就是說不存在任何一個其他的action 是strictly的比我現在這個好的 這樣可以嗎 那就是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帶等號 帶等號的話表示 只要所有其他的action都跟自己現在這個action 沒有比較好 就自己這個就算是equilibrium了 那這個定義某方面來講就是 當然比較容易造成有很多equilibrium的結果 對吧 因為你有很多其他的option 只是跟自己一樣好的話 自己也依然算是equilibrium 可是你要真的有人真的比自己好 才會破除自己是equilibrium的這個狀態 我們來練習一下corner competition corner competition這東西影片中有大家都知道 兩個廠商各自決定產能 產量然後價格會因此被決定 今天咱們來試試看 假設有三個player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三個player的話會怎麼樣呢 就是player123 他們各自要決定Qi 然後i是1或2或3 他們要決定自己的生產量Qi OK 然後price就會變成是 A-Q1-Q2-Q3 對吧 兩個人的話就-Q1-Q2 三個人就-Q1-Q2-Q3 那有了這個price以後 基本上你就已經有所有的事情了 我們來假設production cost 是一個存在的數字 就是c 生產一個要c塊錢 OK 好 現在假設你有這些資訊的話 基本上這個problem就define好了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formulate大家的profit function 然後解equilibrium的production quantity出來 基本上這裡有一些player嘛 所以你想要知道大家的profit function profit function比如說Pi1吧 Pi1呢 基本上是受Q1決定的 而你要做的事情是 我Q1 會決定我的生產量 也就是我賣掉幾個 與此同時 A-Q1-Q2-Q3 是我的price 再-C 是我的profit margin OK 所以這個就是player1的profit function 那player2跟player3的 就依此類推 對吧 就依此類推 只有生產量不一樣而已 但是他們的 profit function I mean profit margin 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大家的profit margin 還講錯了 profit function 那你現在有了這個東西 以後你的下一個步驟就是 好我們要來解出來 那你就模仿我們影片上的做法的話 你也知道你要做first order condition 那first order condition的邏輯是什麼呢 對任何一個人來講 我如果QI star是個equilibrium的話 就表示 它是我的最佳的選擇 也就是說 當別人都那麼做 我就要這麼做 做別的方式都不是比較好的 所以QI star一定要符合我的first order condition 不然它就不好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地就 好那我們就來做first order condition 這個的話當然就是要對QI為分 所以你就來對QI為分 QI為分的話呢 基本上會變成 一維剩下後面嘛 二維的話就剩下-QI 所以你會得到A-2Q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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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跟Pi3的微分 基本上也是一樣的 只是這個2的位置 會變成在不同的地方 可以吧 那不管怎麼說 這就是三個變數 三個等式 所以你國中數學 啪啪啪應該解的出來 那這一題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直接把這三個式子加起來 三個式子加起來的話 你會得到 三份A-C 減掉四份的QI加QI加QI加QI 會等於0 也就是說QI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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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你如何得到這個equilibrate 那老樣子 你算出東西來是一回事 接下來你會試著想要做一點解釋 或者是試著理解這個result代表什麼意涵 對吧 所以我們來說說看有什麼意涵 首先 你發現三個人都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的生產量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這個是巧合還是必然 今天這三個廠商 我們說這是一個 術語上叫做symmetric game 就是大家面對的環境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都沒有capacity的限制 大家的生產成本都是c 然後price會用同一個方式影響大家 只要這個比如說c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預期大家的decision 可能就會不一樣 但是如果在一個symmetric game裡面 大家都面臨一模一樣的環境的話 那最終大家做出同樣的決策 也是非常合理的 對吧 這件事情可以嚴謹證明給你看 不過也不需要 就是你能夠理解就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 那再來 4分之a-c 是這個equilibrate 他跟你在影片中的 兩個player的時候的equilibrate比起來 誰大誰小呢 影片中兩個人的時候 equilibrate比是多少 3分之a-c 沒有錯 3分之a-c 如果你只有兩個player的話 那他們會各生產3分之a-c 那換句話說就是今天多差一個人進來的話 大家的生產量就都下降了 為什麼 這件事情合理嗎 如果合理的話有什麼理由呢 就是反正如果用總統來看的話 就是整個社會最會生產在 編輯成本的編輯收益 那所以用大Q來看 應該是生產的固定 那每家廠商面對的編輯成本固定 所以廠商加速越多的時候 每一家能夠分配到的產品就越少了 好 剛剛講到一件事情就是 大Q是固定的 對吧 你講這個嗎 但是大Q不一定是固定的吧 對 就是 如果說 是大Q假設是Q1加Q2加Q3的話 因為他們每一生產一大陸就給你什麼意思 大Q 會影響到的是MR 然後M4等於MR的編輯 應該就固定了 從MR跟MC來討論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但是因為 大Q他就是浮動的 大Q等於是 Equilibrium的大Q等於是廠商加速的函數 對吧比如說 這個的時候的話是2 3 這個的話變4 3 所以你其實沒有辦法說 因為大Q固定 然後廠商變多就要分配 所以大家就會 生產的變少 就是 Inquisition上不能說錯 但是 他跟Model的Result 不夠 不夠契合 這樣子 不過不失為一個好想法 就是用Marginal Cost跟Marginal Revenue來看 有沒有什麼別的想法呢 來 我們的想法是多一個市場參與者的話 會先影響到的是P 因為在均衡狀態下 每一個參與者的量都一樣 那就是如果他這個Q是 多一個人之後是向上升的話 可以看到Price 他其實是減少的是三倍 就大概是三倍的量 那一定就是會比原來的小 就原來的Permit小 所以就是反向做的話就是下降 那Q下降就不想合理 我可不可以試著理解為 你就是在說 廠商多一加的時候 你不會讓產量 equilibrium產量不會上升 因為那樣的話 Price就會下降的非常多 然後那不會是一個 Optimal或者是 那不會是一個equilibrium 是這意思嗎 對 基本上 這樣講大概 大概沒什麼問題 也fit你的intuition 因為如果今天已經有三家廠商了 就是比剛剛多一家廠商 結果equilibrium的quantity 竟然是變大的話 那Price 其實不是就比剛剛小非常多嗎 那聽起來就不太make sense 然後結果也的確不是這個樣子 只是因為那個Price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卸成 就是裡面的那個曲線 然後對於每家廠商來講 那裡面都是一個 負負貼的群線 然後如果說三家都是負的的話 我們可以從各個同門一家來看 如果說他們的生 如果對於一家廠商來講 其他某一家廠商的生產量都不是零的話 因為如果廠商生產量是零 他就是相當於沒有參與這個遊戲 所以如果要把他三進加以參加這個遊戲的話 他的成本來一定不是零 所以其他如果任何一家的生產量不是零的話 我的那個Price的底面方式就會變少 前面那個參數就會變少 就可以相當於 對於消費者來講 他能夠選擇變多 所以他一開始 如果量是很少的時候 他的願富價格就會下降 所以你就必須要生產越少 你就必須要生產越少的量去 來自他的需求 假設今天一開始啊 有兩家廠商而已 然後大家就經過了一番十日的互動 變成三分之A-C嘛 然後有一天忽然產生了第三家廠商跑進來 那有幾種可能啊 一就是這個第三家廠商是吃素的 所以他就一個東西都不生產 如果這樣的話 那另外那兩家廠商就會維持生產三分之A-C 因為那樣就是最好的嘛 但實際上當然不可能 因為第三家廠商進來是要賺錢的 所以他一定會生產某一個 比零大的量 反正就是一個positive的quantity 那他一旦那麼做的話 對這兩家原本的廠商來說 那個profit margin就太小了 就是inefficiently的太小了 他原本會生產三分之A-C 因為那是一個quantity 和profit margin的balance 那今天他quantity不動的情況下 profit margin自己縮小的話 他一定會意識到 自己的生產量太大 於是這兩家就必須要把產量往下降 那結果自然就是 equilibrium的quantity就會往下降 說穿了就是因為第三家廠商進來 他一定會生產一點東西 然後壓迫到你的profit margin 所以你就一定會把生產量往下降 這樣子 OK 有什麼問題嗎 非常好 所以你在兩家的時候 可以做出一個這個result 我是說算數學算出來 然後你也可以做一些interpretation 比如說我們做的interpretation是 今天如果 只有一家的話 他跟兩家比有什麼差別 對吧 然後你也可以做 兩家跟三家有什麼差別 這樣子 所以這些事情是可以讓你看出一些東西來的 那 最後這個問題 你不用解 但是咱們來猜猜看 要是今天 有四家廠商的話 equilibrium quantity會變成 看起來很像會變成 5分之a-c 對吧 那有時候你的intuition不對 所以你需要算數學算看看 不過幸好這個地方是對啦 他就會變5分之a-c 所以挺好的 然後呢 6加7加8加就會一直這樣子下去 所以你可以證明如果有n加的話 就會是多少 對對對 就會是n加1分之a-c 是equilibrium的生產量 那如果n趨近無限大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對對 然後咧 首先n很大的話 生產量就會趨近 趨近零 對吧 那 挺合理的嘛 因為你要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然後 如果真的有無限多家廠商的話 只要有任何一家生產一個 一點點的量 那就爆了嘛 那生產量就變成無限大 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生產量必然要趨近於零 那profit會 個別廠商的profit會 趨近於零 因為QI趨近於零嘛 所以 挺合理的 蠻符合你對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解 對吧 完全競爭市場就是 大家都 賺不到錢 大家都 剛好維持在一個 不賺不賠的狀態下 OK 所以呢 你這個算是 某一種形式上的 驗證這個model的方法吧 就是 兩家 三家 四家 五家 一直到N家 一直到無限多家 他解出來的結果 都沒有 太令你意外 就是都解釋得通 那這樣的話 這個model拿來 討論更複雜的事情 就算是建立在一個良好的基礎上 這樣可以嗎 就是你最簡單的model 雖然太簡單了 他至少要 合理 這樣你把他變複雜的時候 把他往上加東西的時候 才說得下去嘛 要是這麼簡單的model 就已經不合理了的話 那就很難用了 就很難用了 可以嗎 好 非常好 大家既練習到解equilibrium 也練習到做一些解釋 我們來試試看下一題 今天我們來試試看 另一種形式的 Competition 那學術 文獻上我們叫他 Burchand Competition 可能蠻多人也看過了 相較於他們用quantity做競爭 現在他們要用price做競爭 今天假設這裡有兩個廠商 然後呢 他們要去決定 他們的 什麼呢 price 那當然是player1決定p1 player2決定p2 這樣 然後他們決定完各自的price以後呢 就會影響到各自的需求量 或者說是銷售量 Q1是player1的生產量 或者說銷售量 反正這裡 做多少賣多少 或是賣多少做多少 會是什麼呢 我們讓他是 a-p1加bp2 這樣 然後與之對稱底 player2的銷售量 是a-p2加bp1 那當然a跟b都是正的 那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假設你先不看這個東西 先不看最後一個項 我價格如果變貴 我賣的東西就會變少 OK 那如果把最後這一項加進去的話 就是你的競爭者的價格如果變高 那買他的人就變少嘛 那買你的人就變多 就合情合理吧 比如說今天這個是豆漿 這個是牛奶 的話 如果豆漿忽然變得很貴 那買牛奶的人就變得比較多一點 OK 那基本上你大概會想像 自己的價格 對自己的影響 是高於對方的價格對你的影響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你就會假設b要小於1 對吧 不然 對方的價格對你的影響力就超過你自己的價格對自己的影響力了 聽起來也蠻奇怪的 聽起來也蠻奇怪的 好 所以有這些東西 那严謹底來講嘛 b應該是大於等於0啦 畢竟我等於0就表示這兩個商品是互相獨立的 可能他們就是豆漿跟手機 這樣子 然後他們的價格可能就互不影響 然後呢 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 相關的知識 當你model這樣假設的時候 我們就說 他們 他們是在賣 substitute 的product 這樣子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他們賣的是互補品啊 比如說 豆漿的互補品就是牛奶 你如果 對不起替代品 替代品 豆漿的替代品就是牛奶 牛奶的替代品就是豆漿 你沒有豆漿可以喝牛奶 加減喝嘛 反之亦然 這樣子 如果是另外一種case的話 他們賣的可能是 complement product 或是complementary的product 就是互補品 互補品的話是什麼呢 就比如說燒餅跟油條 或者是豆漿跟 對不起 牛奶跟麥片 這樣子 假設這裡是牛奶跟麥片的話 或者是牙膏跟牙刷的話 那要是牙刷變得很貴 那牙膏的產量 或者說牙膏的銷售量 反而就會下降了 那個時候你的b可能就會是負的 OK 不過不管 我們這裡討論的是替代品 我們討論的是替代品 好 現在你什麼都有啦 按照慣例 給你一個production quantity 對不起 production cost 生產一個 還是要c塊錢 所以 今天這個問題很單純 就是company1 company2 他們各自要決定p1 p2 決定了以後呢 他們就會 影響到彼此的quantity 然後影響到彼此的profit 那各自都想要 maximize 自己的profit 請問equilibrium的price 會是多少呢 好 就問你equilibrium的price 會是多少 那當然你會想要把它表示成 A B C的函數 可以嗎 到這個階段為止 還算蠻straightforward的 到這個階段為止 這個東西是profit function 對吧 price 減 cost 乘上你的 銷售量 銷售量受到對方的影響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於是呢 你就對著自己能控制的那個變數 一次尾分 然後得到這個 如果p1跟p2是equilibrium的話 他們一定要satisfy first order condition 不然就不是了嘛 於是你就解這個equality 然後得到p1p2 到了某個階段 你會覺得做起來蠻機械性的 但anyway答案出來是這樣子 有沒有人持反對意見 就是算出來跟他不一樣的 沒有 好 那有了這個以後呢 照慣例你會想要問三個問題 就是ABC 如何影響你的equilibrium price 對吧 A變大啦 A變小啦的時候 如何的影響這個price 比如說A好了 A變大的時候這個price是變 變大為什麼 來來再試試看 因為什麼 消費力上升 比如說消費力上升 A這個東西啊 在這 你可以理解為 當price都是0的時候 會有多少人想要這個東西 因為這東西也不是 always大家都想要嘛 要是今天有人拿著一個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大家可能沒看過 小時候大家家裡 我們家裡都有 錄影袋的倒帶機 就是你把錄影袋插進去 他就會倒帶 現在如果有人要送我這個 我都不想要了 所以price是0 也只有一部分的人想要那個東西 當A變大 你可以理解為 想要這個東西的人更多了 或者說消費力上升也可以 那的確 大家就會更想要買 那你就會把price提高一點 可以吧 那比如說C呢 C上升的時候 price會怎麼樣 上升 為什麼呢 成本變高了 對因為成本變高了 坦白說並不是所有的problem 成本變高都一定要讓price上升 不過呢絕大部分都是 因為你原本有一個price 當你的成本變高的時候 表示你的profit margin變小 當你在做margin跟 quantity的trade-off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表示你的quantity 應該要小一點 也就是price應該要大一點 所以這個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b呢 b上升的時候price是怎麼樣 上升 怎麼個上升法 就b變大 分母變小 所以整個變大 現在挺OK的 那b上升的時候price上升是什麼含義 我來試著重問一次剛剛那個問題 b這個數字啊 他如果很大 感覺是有好處的嘛 因為對方稍微提高價格 我的quantity就會增加很多 感覺蠻棒的 對吧 那反過來說也是蠻糟的 對方稍微的降低價格 我的demand就會下降很多 對吧 總歸一句b就是 對方對我的影響力 那b變大 憑什麼 為什麼price就要變大呢 那你稍微你再想一下 所謂的對方對我的影響力變大 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市場的競爭更激烈 對吧 本來就是兩個不相干的人 後來彼此對對方的影響力都變大了 然後就影響變得更激烈 你可以想像成比如說有兩家店 兩個賣香腸的 本來一個在青年公園的北 一個在青年公園的南 然後彼此幾乎是互不影響 有一天呢 他們就移到附近的地方 於是開始影響就變大了 競爭變激烈 競爭變激烈 互相影響變大 然後結果是price上升 或者是你可以理解為 這兩個東西原本是牛奶跟豆漿 結果有一天其中一個人覺得 賣豆漿的覺得牛奶比較好喝 他就把自己的豆漿 摻一些牛奶進去 然後變得比較像 哎呀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反正就是 產品變得比較像 然後互相的影響變得比較大 結果price就上升 不論你覺得合理或是不合理 試著為這個現象找出一些理由 想法是一個彌補的概念 就是因為對方對我的影響力變大 所以我要去彌補 我失去了power 所以我要把我的價格調整 好這個方向本身還是不錯的 就是首先對方 B變大 表示對方對我的影響力變大 所以 可能對我帶來了某一種形式的損失 那 我就想要 把我的 價格提高來彌補 某一部分的損失 當然最後面這一段就 比較 講的比較含糊一點 這個 這個 課啊 他雖然說是教你研究方法 我某方面來講也是 訓練你的 這個 邏輯思考的能力 聽起來很厲害 但是總之就是 算出結果說不說得通 有一定的 需要一定的訓練嘛 那或是說 對於一套 argument 你能不能判定他合不合邏輯 也是一種訓練 那回到這裡來 你今天說 OK 對方的 影響力 變大 那我就要提高我的power 這個很合理 然後提高power可能 可能比較好的說法是 你去 試著改變這些 外部的參數 比如說 那我就來把 c變小 這樣的話 這個argument 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因為c變小 顯然就是你自己的c變小 顯然就是你的 競爭力就會變強 這樣子 可以 理解為是一個 很 很 make sense 的argument 的說法 這樣子 但是今天如果說的是 喔 因為這個對方這個b變大 所以我的這個price就要變大來彌補我的 對我們自己的講不太下去的 某一方面的損失 對就差一點 差一點 並沒有辦法說服大部分的人 這樣子 就是對方對我的影響力變大 相較於我自己對於這個產品的影響力變小 所以平常我價格上升一點點 然後整個市場的量下降 幅度變大 那我今天我自己的影響力變小 代表我價格上升我的 對我的量下降幅度會變小 所以我的平均的價格 就可以提高得更大 當我的地域變得比較高 就是我對於自己的影響 我自己的價格對於我的影響力變小 所以我就可以更提高我的價格 因為這樣子對我的程式面對更大 當b變大表示相較之下 相較之下 consumer對我的price 的sensitivity變小 所以我就可以提高價格多一點 這樣子 因為他對我的傷害比較小 這樣子 可以嗎 那他當然這樣的解釋 沒有什麼解釋是可以cover到全部的事情 但是那個解釋本身合不合理 還是可以評論一下的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OK的 因為b如果變大 的確相較之下是這個係數變小 你可以把所有的係數都除以b 然後去討論b變大發生什麼事情 的確就是這個coefficient變小 也就是消費者對你自己的價格 變得比較 不 sensitive 然後 所以你會想要提高價格 這個是一個 合理的解釋 可以嗎 好 沒關係來 讓我來分享一下我個人的看法 這個model啊 照我們剛剛說的就是 b如果 變大 表示 影響力變大 表示競爭變得比較激烈 然後 price就會變高 我個人認為 這個 某方面來講是在說明這個model並不是很好 這樣子 我個人認為啦 當然這個model還是很多人用 而且他有他 有用的地方 但是呢 他的 剛剛那個result 就是 不夠 make sense 不夠intuitive 當 產品競爭變激烈的時候 當市場競爭變激烈的時候 他們在做價格競爭 結果 因為pilibrant價格是變高 的話 那就表示 也不能說就表示 那在這個層面上 那這個model就不是太 intuitive 你很容易可以做出其他的price competition的model 是競爭變激烈的時候price是會變小的 這樣子 那在那個層面上比較intuitive 這樣子 那 我其實不太能跟你說是不是intuitive的model就一定好 或者是不是counterintuitive的model就一定不好 OK 但是在這個model上 他已經夠simple到一定程度了 那我認為如果b變大的時候 equilibrium price是變大的話 我個人覺得 是這個model的一個先天上的問題 或者說是限制這樣子 不過當然他還是有辦法解釋的 b就是產品的同質性嘛 產品越像的話 b就越大 對吧 產品越像的話b就越大 那你當然可以說 今天我們兩個賣不同 但是有點類似的商品 然後互補 然後產品同質性如果上升的話 會怎麼樣 某方面來講對你來說的確是好事 因為 你的競爭者的 產品跟你的很像 那 的確就比較有機會 對方因為買不到他想要的商品 或者是那個商品太貴他買不起 於是就跑來買你的商品 所以 同質性上升的時候 他對你來說的確有可能是好事 有可能是好事 因為你本來 只有你自己的市場 但是你們兩個產品變相了以後 你就 等於是你的潛在消費者變多 或者是你的潛在的市場 變得比較大 本來你就是賣豆漿的 然後對方是賣牛奶的 那喝豆漿的人喝豆漿 喝牛奶的人喝牛奶 的話 你們就完全沒有什麼 你的市場就是只有喝豆漿的人 如果今天 豆漿的口味變得很像牛奶 那你就比較有機會 去把你的豆漿賣給想喝牛奶的人 那等於是你的潛在的消費客群變大 這樣子 所以 B變大的話 會讓你的潛在客群變大 那需求如果變大 你當然就會把price提高 這樣子 大概要解釋還是可以這樣講 來 是如果我們今天把Q2那個市場 這些技能考慮 那B變大的話 那個Q2也會上升 那就是那個Player 1 他可以預期 我可以從就是從2的市場裡面 去分享到一些customer 可是2也可以預期說 那我也可以從你的連續分享一些 那個moxure 那這樣子 如果說這樣的想法的話 那這樣會對Q1跟Q2都會同時變大 是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對沒有錯 的確很奇怪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model其實不太好 就是你b本來是若干數字的時候 假設b是0好了 那大家就各定各的price嘛 然後b開始從0慢慢的變大 你就會發現大家的equilibrium的生產量 或者說是銷售量慢慢的變大 對 也就是這個市場慢慢的就變大了 然後呢有一點消費者 無中生有的被生出來的感覺 那這件事情其實不太能解釋 就是為什麼 產品變接近 消費者就會無中生有的被生出來 對啊 那 但某方面來講是個好例子 就是model這種東西都是有他的限制的 他這個model有效的地方在於 他可以很成功的 幫你 表現出 自己的價格對自己的銷量的影響 對方的價格對你的銷量的影響 而且還可以調整他們之間的 程度差距 對 然後他可以很漂亮的讓你算出equilibrium 然後這個equilibrium在某些時候會很有用 對 但是他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消費者無中生有被生出來 就是當你的b從0變大的時候 那個生出來的那個現象 大家要不要算一下 你看 b上升的話 q1是會變大還是變小 就從0到1 任何值都可以 b變大的時候 q1是變大還是變小 首先你有這個 你有equilibrium的price p1 p2是 2-b分之a加c 那你的equilibrium的quantity 比如說q1好了 q1的話是 a-p1加bp2 a- 不如把它們合在一起 因為p1跟p2是一樣的嘛 然後你就把這個東西合起來 b-b a加c 這樣子 然後你問的是 b變大的時候q1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就對 b一次尾分 基本上會得到你需要的東西 那你如果對b一次尾分的話 不知道啊 不知道 試試看 常數呢就不要管他 常數就不要管他 所以剩下中間這個 負的東西 負這個 然後這個分母就平方嘛 然後這是分子 這是分母 上為 下 減 下為 上 這樣 這樣 那上面會變成-1 然後再負的就變正的 這樣行嗎 有沒有算錯 得救了 假設這是正的的話 就表示b變大的時候 q1次會變大啦 這個model 給你的result就是 b如果變大 equilibrium的 total sales 會變大 那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當產品變得像的時候 消費者就無中生有地生出來 這樣子 不是所有的model 有這個現象的時候 都很奇怪 但是這個model的話 就是有一點奇怪 因為他只是產品變相而已 然後消費者就 忽然就變多了 談不上很合理啦 談不上很合理 也不是不能解釋 就是談不上很合理 這樣子 好 所以 我個人覺得 跟大家介紹這個model 是很有價值的 因為 一來他挺常用的 你下下禮拜 要討論的那一篇paper 裡面就有這個model 沒有這個model 那篇paper寫不出來 然後那篇paper又很有影響力 所以你知道這model 是很有影響力的 但是那部就 那部表示 所有的model 都很有 都很自然 都很OK 你還是可以用這個model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model本身有什麼限制 和不自然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用他自然的那部份 然後不要用他不自然的那部份 好 那 可以放在心上 好嗎 下一題呢 也是一個挺好的model 值得大家 放在心上 因為做研究的時候 很常用 然後也蠻經典的 你搞不好學過 叫做hoteling line 這個hoteling這個有兩個l 所以這是一個人的名字 不是跟旅館沒有任何的關係 OK 好 hoteling line這個問題是幹啥的呢 就是 今天啊 有兩個廠商 在一個市場上 選擇他們的location 那我們姑且就稱呼他們為x1 跟x2吧 他們choose location的範圍 在0到1的數線上 這樣子 所以x1跟x2 都要是 0到1之間的 某一個fractional value 好 選下去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假設 比如說x1在這 x2在這好了 那 故事是 他們兩個就是在 這條線上 賣東西 而東西的 價格已經固定了 所以消費者就會很自然的去 比較近的那個地方 買那個商品 就比如說 他就會從這邊切開 因為這裡的人去他比較近 這裡當然也是他 那這裡的人就會去 company 2比較近 這樣子 所以比如說x1假設是0.2 x2假設是0.7好了 那 這裡就是0.4 x1的 market share就是0.4 x2的market share就是0.6 這樣可以嗎 那你當然可以用 比較formal一點的數學式 去寫下 x1跟x2 如何決定 你的profit function 或者說你的demand function 假設你說x1比x2小 或是小於等於 那就是 取個平均 以左的是x1 以右的就是x2 好 這件事情辦得到 不過呢 重點 重點就是 這兩個廠商 各自要 選他們的location 去maximize各自的market share 因為你有了market share 接下來乘上你的profit margin 基本上就是你的profit嘛 那price已經決定了 cost也決定了 所以你剩下的就是 需求量 那你問的問題就是 請問他們 會站在哪裡 這樣子 equilibrium的location會是什麼 懂意思嗎 具象化一點的話 那一條樹線就是一個沙灘 沙灘大家去過吧 他就是一條線 沒有錯 他就是一條線 然後呢 這兩個廠商 就是賣冰的 你就是 Piabin啊 Babu啊 之類的 就是賣冰 然後呢 冰一隻就是10塊錢 你已經沒有得選了 然後你的問題就是 你要站在哪裡 才會讓大部分的人 都是去跟你買 而不是跟對方買 這樣 你就是要決定 你要站在沙灘的 左邊中間 四分之三 還是某處 來 試試看吧 我們來 講 equilibrium的location呢 應該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就是 兩家店 要 都落在 二分之一這個地方 齁 你就是說兩家店都要站在正中間 那 得到這個答案 是第一步 齁 你可能就是只是很 intuitively 你覺得 啊要是不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往中間靠啊 吧啦吧啦吧之類的 挺OK的 但是你要練習 讓自己可以講出一套 顏謹的邏輯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請問一個game 的equilibrium是什麼的話 那首先你要證明他是equilibrium 然後有時候你還要證明其他人都不是equilibrium 所以 比如說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你至少也要用文字討論一下 那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話會怎麼樣 你問的問題是 player1想不想deviate player1可以選擇移到 什麼四分之三啦 三分之一啦 什麼之類的 那 player1 他如果 從 二分之一 移到 任何一個 不是二分之一的點的話 你都馬上的 可以算出 他的profit 會變成多少 對吧 本來 是 二分之一 會變成是 多少呢 假設這個x1 比 二分之一小好了 那你會賺到的就是x1 加二分之一 除以2 的那一側 是你的 profit 對吧 這是如果 x1比二分之一小 那反過來說如果x1比二分之一大的話 那就會是 1- 那個東西 如果 x1比二分之一大 可以嗎 就是x1比二分之一大嘛 你就取平均 然後是右邊那一側 我 寫 我 不是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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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错 就比如说这束线假设很长 长到人们不愿意移动超过比如说一单位或者是多远的 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动机不要挤在正中间了嘛 那你当然就会散开一点 对 这个是合理的 这个是合理的 所以如果今天沙滩够长 那的确会有一些小贩散步在四周 是没有错 那但是话又说回来 首先就是有一些沙滩的确短 这是一个 再来它不是总是要讨论沙滩卖冰 像我们刚刚说的旅馆那个例子的话 你总是要找一家旅馆 对 那也是一种例子 或者是像这个model 大家也知道它很常被用来讨论 你投票的时候要投给谁 你总是投立场相近的那一个 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移动距离这种事情 这样可以吗 对 你就是只是去投票而已 然后这个model也很常用来讨论 厂商之间做horizontal competition 就是我跟我的竞争者之间 我们的产品是差在消费者的preference的不同 比如说有人生产黑的东西 有人生产白的东西 有的人喜欢黑的 有的人喜欢白的之类的 那你在市场上经常会看到 产品变得越来越像 对 产品如果变得越来越像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hotel link line来解释 因为消费者总是要买一个 最接近他的preference point的产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产品当然就会变得越来越像 那当然model也有model的极限 比如说今天你如果有三家厂商 然后玩一模一样的game 答案就未必就是要落在正中间 那四家以上当然是一样的 OK 所以并不是说一个model就可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不过你也不需要这样嘛 model 任何的model都跟现实有一段距离 你只是挑一个最有用的才用 可以吗 所以hoteling line它是个有用的东西 因为它常常可以被你用来model 有厂商之间的竞争或者是品牌之间的某一种定位 这样子 所以它在行销啦 生产管理啦之类的很常用 很常用 当然我们今天就是先讲到这儿就好了 然后你至少要能够理解 equilibrium solution和efficient solution 中间会有个落差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不care 我们不是那么想要算出efficient solution 相较之下 我们比较想要算出equilibrium solution 可以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那么一个点 是左边0.5 右边0.5 我是说人数 我是说人数 那就是大家就是会站在那里 OK 好 所以你可以把本来的那个 大家都站在正中间的model 想成是non-uniform的model 的一个special case 对 但反正大家就是要站在人数上的中间 就是左边一半 右边一半 这样子 而不是地理上的中间 我们来讨论一个挺轻松愉快的game 好这个game里面呢 一样它有两个player 好不过这个game是一个dynamic game 这个dynamic game里面呢 player1 会先make一个decision 他会把一块钱之中的一部分分给player2 他会说我要选一个value叫做x x会落在0到1之间 然后意涵就是这x块钱分给你 这样 然后player2 他会去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 OK 他如果接受的话 那player1 就会得到1-x player2 就会得到x 可以吧 他说 欸这0.4块分你 他说好 你就0.4 1-0.4 他如果不要的话呢 就大家都不要 大家都分不到钱啦 好 总之 这是一个game 对吧 player的人数 action的sequence action的space 等等的 以及最后的utility 都已经define好了 请做以下这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 dynamic game 你总是会想要把game tree画出来 我们并没有很精确的教你怎么画game tree 对吧 无非就是几只树啊 几只树啊之类的 那没关系 很intuitively画给你自己看就好了 用一个图像的方式 就是来把这个game summarize给你自己看 game tree game tree 那当然你会发现 player1它有很多个action 所以你画出来的tree 可能会有点连续撞还是什么的 不过没关系 画给你自己看就好了 然后 第二题当然就是 请问equilibrium 他们要干嘛 好 把equilibrium解出来 来 来 试试看 基本上player1 他有很多选择 比如他可以选择分0块钱 他也可以选择分1块钱 对吧 对吧 而且他还可以选择分0.01 0.02 0.08 0.4 0.9 所以player1 可以选择这个区间里面的任何一件事情 所以虽然我画得很丑 请理解这就是一块区域 ok player1可以选择0到1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 然后给定任何一个数字了以后 player2有两个选择 就是接受或拒绝 这样 一旦这样子选了以后 他们的payoff 分别就会是1-x和x 或者是0和0 可以吗 所以就是一个graphically 把它表示出来的方式 要么你accept 然后分到1-x和x 要么你reject 然后就分到0跟0 那我们来试着把这个game解出来 如果你backward induction的话 你怎么做呢 首先你看player2要干嘛 player2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决定他accept还是reject 对吧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x比0大 你就要accept 对吧 那如果x刚好等于0的话 accept跟reject是没有差的 ok 至少他的payoff来说没有差嘛 那换player1 player1就想啦 我要是给他1块 似乎不太好 因为他接受我就没钱赚了嘛 那给他半块吧 也不太好 给他四分之一 给他八分之一 给他0.1 给他0.01 给他0.01 给他0.001 都不太好 对吧 给他0.1的话 不如给他0.01嘛 不如给他0.01 ok 那最后呢就是 那给他0 给他0的时候 你有点担心 他要是reject的话怎么办 对吧 对吧 好 先不要烦恼这个问题 先想想 这个game的equilibrium 可能是什么 比如说 0 x等于0 这是player1的决定 然后player2选accept 这是不是一个equilibrium 是 因为没人有动机deviate 对吧 就算是player2 他deviate 他自己也得不到好处 所以这东西是equilibrium 那 这个是equilibrium嗎 player1 會deviate吗 player1 会deviate吗 他也是equilibrium嘛 你player1也没动机deviate 反正你横数就会拿到0元 那你player2也没有动机deviate 因为也没有差 所以光就刚刚这个描述的话 这两个都是equilibrium technically 这两个都是equilibrium 然后任何其他的 什么0.01元啦 0.001元啦 那些都不是 那些都不是 可以吗 好 好 那这里呢 就遇到一个麻烦 对于任何的game 你没事的话 都希望这个game 有unique的equilibrium 这个纯粹是从分析上来说 你prefer这个样子 因为一个game 如果有好多equilibrium的话 你做分析会很麻烦 或是说你做预测会很麻烦 你这种game theoretic的model 你建立出来 通常都是想要干嘛呢 我希望用这个model 来描述这群人的behavior so that 当我把equilibrium求出来 我可以预测他们会干嘛 然后我可以解释他们会干嘛 那如果有很多可能性 有很多可能的结果的话 你的这个model的预测性就很差 就很差 那怎么办 当你有这个situation的时候 当你有player1跟player2 而且player2对某个result indifferent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做一个假设 或者说在我们这门课上 会做一个假设 记好了这很有用 就是我们会说 当player2觉得他自己没差的时候 他就会当个好人 他就会选对player1 比较有利的那个选项 他就会选这个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unique的equilibrium 就是x等于0 然后player2会accept 来大家有对人性有什么意见 可以说出来 没有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如你所知 model这种东西 他都是为了要帮助你做一个 decision making吧 比如说或者说是做prediction 那我model预测出来的结果 他跟实际上当然有落差 因为model就是现实生活的 一个简化版 所以model推出来的结果 也是仅供你参考 ok 你要拿去推回现实生活上 你自己要做一些调整 什么调整呢 今天你是player1 你看看这个model 这个model跟你讲0a 然后你会怎么做 就算你没有学过赛局理论 你也知道你不会真的给他0元 你给他0元 他一定会不会送 对吧 所以你要怎么做 你就是要给他0.01元 或是0.02元 限时生活中的钱 不会可以让你无限分割 你就给他1send 或是你给他1块 之类的 你就给他最小 你就给他多一点点 那你在第三周 第四周以后 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这种model 比如说我们会讨论 老板怎么给员工薪水 然后你就会发现 结啊结啊结啊 最后就是backward induction 弄啊弄的 员工努力工作有成本 因为他会累嘛 他要喝水啊 他要走路啊 他的成本 老板要给员工的薪水 就是要cover他的成本 然后呢 in equilibrium 你technically算出来的 那个薪水 就会刚好让员工的payoff 变成0 那照理说员工有那个能力拒绝 但是我们会有信员工不会拒绝 因为你实际上 老板不会真的就给到他恰恰好 损益2平 老板会多给他一点点钱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员工就会接受啦 或者是供应商跟零售商采购 零售商跟供应商采购 那你零售商会给供应商的钱 就是cover他的成本 再多一点 依此类推 我们会给你看各式各样的model 就是某一个人出价 另一个人说好或不好 然后那model的equilibrium 要长怎么样呢 如果你每一次算这种模型的时候 你都要在那边烦恼说这个人 如果indifferent的话 他就会有可能接受有可能拒绝 就太烦了 所以我们就约好 如果他有可能接受有可能拒绝 因为他indifferent的话 我们就说他会接受 我们就说他会选对开价的那个人 比较好的那个选项 那不是因为我们假设他是好人 那只是为了让运算比较方便 那反正实物上 你如果真的要用这个model的话 你就开比那个价格高一点点 那他自然就会觉得这样比较好 他就会接受了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们不是真的觉得这个人so nice 所以我们假设这样子 我们只是为了运算方便 而这个运算方便所牺牲掉的严谨度 我们可以承受 因为他就只是 in equilibrium他其实会加多一点点 这样就好了 可以吗 所以很多时候 某个player会对某两个policy indifferent 那我们就说他会选对其他人比较好的那一个 他会选对其他人比较好的那一个 那只是为了运算上方便 然后这件事情在用这种modeling 在做演算法 在做演算 在做推导 在做分析的人来说 是理论上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这样假设的 所以以后 从今天起 当你看到这样的模型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naturally说 equilibrium就是这个 equilibrium就是这个 你就不用再烦恼 你说equilibrium还有另外这个了 这样可以吗 好 这件事情就是记起来 因为很快的他们就会 持续的派上用场 我们这个题目有点technical 它叫做in the right news vendor 那你们有一些人说不定也学过 不过呢 model基本上长这个样子 就是我有一个制造商 然后呢 他卖东西给一个零售商 零售商在卖东西给消费者 OK 那只有这两个人被圈起来 因为他们是decision maker 现在制造商要决定批发价 也就是W OK W是你的wholesale price 他是制造商要决定的 然后你零售商在这里 要决定你的订货量 订货量 订货量 那在这个市场上呢 你的生产成本是C 而你的零售价格是P 这两个东西是给定的 就像new vendor problem一样 可以吧 制造商生产一个就是C块钱 两个就是2C 零售商卖掉一个就是P元 两个就是2P 而他们各自要决定的是 批发价和订购量 OK 好 那么你当然需要知道 这个消费者的random demand是什么 你才能够描述这个new vendor problem 所以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我把它写在右边 因为它是参数的一部分 我们说我们的demand 是一个uniform 0到1 之间的random variable OK demand是一个uniform的random variable 然后上下界是0跟1 这样子 好 如果你有这些资讯的话 你已经可以把这个game解出来了 对吧 你可能会follow几个步骤 步骤一是 如果我已经给定w了的话 请问我的equilibrium q star是多少 对吧 因为流程上是player1先说一个多少钱 然后player2再决定他要买几个 所以backward induction 你会先解q star 对吧 然后你再回到stage1 given你predict的q star 请问w star是多少 OK 那当然最后你w star求出来了以后 你会想要把它带进去q star里面 然后把该算的东西都算出来 好不管怎么样先试试看吧 先把这个算出来 要做什么interpretation 都有等算出来以后才能做 所以先试试看吧 先解stage2 再解stage1 来看一下第一题 你如果对第一题完全没有头绪的话 最好pay attention一下 因为newsfender会很常用到 好 我们先用代公式的方法做 如果是代公式的方法的话 你知道不管是任何的newsfender problem 不管是任何的distribution 反正你要让缺货率等于你的某个critical ratio 对吧 critical ratio取决于你的r跟c 跟如果有别的的话就还有别的 不过这里的话就是r跟c 好 那剩下的你只需要烦恼大f是什么 那因为这是uniformdistribution嘛 所以大f就是它自己 因为刚好是0到1之间啦 所以你就会得到1-q star等于r分之c 或者说是q star等于1-r分之c 这样子 然后最后你只需要把c再replace成w就好了 对吧 因为对零售商来说 那个成本就是那个批发价 所以w就会影响你的quantity 这样可以吗 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极限状态 w要是大到跟r一样大 就是你买进卖出毫无利润可言 你就不买了嘛 那反之w如果小到变成0 那你就很爽 你就会买一单位 因为你完全不care任何的存货成本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挺make sense的 好那你如果有这个的话 你就考虑上游的proven 这个时候稍微的需要做点运算啦 因为你现在要解w w是你的卖的价格 如果减掉成本的话 这就是你的profit margin 然后乘上你的需求量 或者说是销售量 会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嘛 对吧 就是下游会跟你定多少 对吧 那你就来试着把w star 求出来看看 把w star 求出来 然后把q star 求出来 好的 为大家揭晓答案 答案呢 应该要变成2分之p加c或是r加c 看你用r还是p来表示retail price ok 不管你写p加c还是r加c好 你都要稍微想一下它合不合理 要是你成本上升 你就会卖贵一点 对吧 要是下游的零售价上升 要是下游的零售价上升 你的wholesale price就会高一点 对吧 看起来合情合理 可以吗 然后你把它带进去的话 你就会得到q star 请问q star是多少 有没有人要讲讲看 2p分之p-c 对吧 2p分之p-c 或是2r分之r-c 那一样你会想要稍微看一下 这东西对c跟r的关系 c如果上升的话q star会下降 为什么 零售商不是不care厂商的生产成本吗 为什么c上升 为什么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变大的时候 零售商就要跟着少订一点货呢 对对对 对因为wholesale price会变大 所以c变大 会导致wholesale price变大 那你制造 那你生产 订购的人 当然就会订少一点 那r上升的时候q star会 怎样 看来各位的国中数学需要稍微的复习一下 r上升的时候会怎么样 下降 下降 上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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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它拆成2分之1-2r分之c 然后r上升的话后面那个turn会 所以会上升还是下降 所以会上升还是下降 对对对对 大家还是上升 这个东西会随着r上升 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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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cally你可以证明他对r上升啦 那intuitively也没有错嘛 因为要是一个东西可以卖比较贵的话 你就会多定一点 可以吧 好非常好 那这东西不是没有用 但是他不是这里最重要的事情 你还记不记得如果今天这两家店是合并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他是一家店而不是两家店的时候 那他会订多少货 会变成1-f of q star 等于r分之c 这次真的是c了 而不是w 如果今天你只有一个news vendor 然后他没有什么上下有的话 他的optimal的decision 就会是1-r分之c 或者说是r分之r-c 这样子 对吧 那你自己是2r分之r-c 所以我们来帮他打两个star 所以当你单层的时候 你的solution是大于 双层的solution 也就是说 这个零售商上游插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订购量会下降 或者说这两层合并起来的时候 订购量或是生产量会上升 为什么 为什么插一个上游 如果插一层进来的时候 订购量要下降呢 我渐渐地听到了一些像是正确答案的答案 为什么多插一层进入这个供应链 成本就要上升呢 那现在在讲什么 订购量就要上升呢 不小心把答案讲出来了 因为成本就会上升啊 今天你没事只有一层 只有一个零售商的时候 那就像这里 他的成本就是c嘛 那你今天插一个人进来 看 要是这个人刚好是吃素的 那他w就是c 他就是不想要赚钱 那这个量 他就会刚好变成是原本的量 为什么 因为这里 ok 要是w真的是c的话 那你两层的equilibrium 的quantity 就会等于一层的equilibrium quantity 但是实际上就是不会嘛 你插进来的那一层 不可能不想要赚钱 所以他的w一定要比c大 那w一定要比c大的话 q star就一定要比q double star来的小 这样子 我们这里证明给你看这件事情 是一个特例 因为demand是uniform0到1 但是实际上 我们刚刚的argument apply在任何的distribution上 你demand是uniformA到B也好 normal也好 exponential也好 whatever都好 反正你插一层进来 那个人就要把price抬高一点 抬高一点 然后生产量一定会下降 一定会下降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也可以证明 不过咱们就跳过那个阶段 所以这个带给你什么 当你发现 q double star 和q star 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system是inefficient OK 你不是很care equilibrium的wholesale price 会是多少 因为wholesale price 是这个system里面 发生的事情 对这个system来说 真正的output就是q star 就是q 消费者真正就是买那些东西 然后生那些钱给这个system 所以对这个system来说 唯一的output就是这个q 最efficient的q 就是这个integrated case的q 在这 它跟你equilibrium 大概跟你双层的时候的equilibrium的q 就是不一样 那你这里看到的是太小 你这个q star会太小 但是太大太小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一样 那你就知道 对 这个decentralization 带给你的inefficiency 是呈现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你回去看corner competition bird chain competition pricing in a supply chain 或者是这个东西 当你讨论integrated case 和decentralized case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decentralization的那个output 和integration的时候不一样 那就是inefficiency呈现在那个地方 你如果接着把这些量带回去啊 你可以算出 integrated的system profit 和decentralized的system profit system profit就是制造商和零售商的profit加起来 它必然地会比integrated的时候来的少 所有的这些模型都有这些性质 就是你integrate起来的时候 那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通常不强求你做integration 但是我们可能会想知道 比如说一 今天一开始讨论的 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只有 Partial Integration 的話 會不會比較好 有時候你就是不能 Integrate 全部的人 但是你可以 Integrate 一部份的人 你想要知道 Integrate 一部份的人會不會比較好 下下禮拜給你一個例子 做這個討論 有時候 你不能 Integrate 全部的人 但是你可以試著改變遊戲規則 就是大家互動的方式 來讓他們還是各自為政 但是你想知道結果會不會變得比較好 下下禮拜我們給你另外一個例子 OK 這些東西都弄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結束我們對 Game Theory 的這種 Model 的 第一個 Layer 的討論 你會發現我們這裡討論的東西 只有 Decentralization 和 Incentive 這兩個 Issue 在那之後我們就會討論 Information 或是 Information Symmetry 帶來的影響 那時候就是真的是 Information Economics 我們這邊的我們就在選擇 我們請來支托 我們請客 我們請來支托 其他的東西 然後你們請幫我們 其實我們請到 帶來支托 點字幕 這幾個是 極珠